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台湾6月1號的更新消息出來啦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就是改版實況的預告 6月3號禮拜五的晚上7點台灣時間 那會有這個槍手大改版的實況 小屁會將這個實況的精華整理出來 再做成影片給大家看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就一起在6月3號晚上7點跟 如果沒有的話就盡情可以看我的整理影片 接下來是這個6月2號到7月6號這段期間 這個沉默洞穴又開放了 60等以上的玩家每天可以進去一個小時 最多可以補充在一個小時 然後這邊是安全區域 裡面的話會有20%的葉子消耗減少 然後主要是要打這個沉默水晶 那你每天也可以打100隻怪物獲得一個沉默水晶 沉默水晶是可以拿來兌換東西的 500個可以換神秘變身卡11抽一個 或者是神秘娃娃卡11抽一個 那這個是每個帳號只能換一次 75個水晶可以換一個三臂箱 那三臂箱的部分是每個帳號可以換10個 60個沉默水晶則是可以換一顆沉默洞穴補充寶石 每個帳號可以換10個 50個水晶可以換一罐龍之聖水 每個帳號可以換15個 30個水晶可以換18成長藥水 每個帳號可以換30個 10個水晶可以換一顆龍鑽 每個帳號可以換100個 5個水晶換一個龍之藍寶石 兩個水晶可以換一個沉默洞穴戰鬥支援箱 戰鬥支援箱內容物有一張 戰捲三顆龍珠 跟一張靈魂昇華捲軸 接著就是6月6號禮拜一紀念 這個陣亡將士紀念日的這個勳章 6月6號的早上8點就會發到信箱裡面 然後這個勳章你持有的時候 HP加100然後PVE減傷加1 那如果你使用他的話會消耗一個名譽幣 然後可以拿到持續兩個小時的buff 葉值消耗減少10%經驗值加5% 然後他的CD也是兩個小時 季節牽到最後一個槍手的彈藥包 那你如果有拿到這個槍手的彈藥包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這個稱號 攻擊速度加5%的 那這個trigger的這個稱號 他是6月2號到6月8號這段期間可以使用 那這個彈藥袋是可以存倉的 好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槍手新技能的預告 有三招 首先第一招是經濟和平製造者 那被放到的敵人是不能用引斗 然後也不能被取消目標的 那如果攻擊遭到和平製造者 放到debuff的目標的時候 你是可以觸發衝刺的這個效果 然後第二招的部分是殺出重圍 是死亡狙擊的增強技能 那你死亡狙擊觸發了之後 會額外的吸收HP跟MP 技能的能力會根據你學習的魔法彈 以及破壞技能的數量而增加 也就是說技能學到越多 你這個殺出重圍的效果越好 最右邊則是格拉斯盾 然後這個格拉斯盾是有一個護盾 然後受到一定的傷害或一定消失之後會消失 那也就是一個金技一個子技跟一個紅技啊 接著就是很關鍵的齁 這三招技能改為是技能組合 也就是說你放下去之後 你如果有絕瓶的人他就是破絕瓶 然後你如果被沖暈的話他也會破沖暈 你有反瓶也會破反瓶 所以絕瓶沖暈跟反瓶破壞這三招 已經整合在一起了這三招子技 接著就是新增的變身啊 有這個女僕安娜跟這一個老煙槍先生啊 這兩個應該就是一個紅變一個子變啊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韓服6月1號的更新介紹啦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等6月8號大改版 然後明天的部分他也會釋出一些槍手的技能 然後6月3號還有改版的這個實況 小屁也會第一時間幫大家關注 所以說大家記得訂閱並且打開小鈴鐺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是小屁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拜拜 報告 五日 еж施 し